我死后第七年 全乡大人来给我上坟 他往我坟头撒下了一壶酒 那酒有问题 身为一个鬼 我喝完后 竟然对着他脸红心跳 有了乍失的前兆 姬子叶 你给死人的祭酒力还要下药 你坑鬼呢 祭奠之物 若是变质了 或者有毒 有药 就算是鬼 吃了也是会跟着起反应的 只不过相对于活人 鬼只会难受一阵子 并不会再死一次 姬子叶正正地抬起了头 瞧向我的方向 我愣住了 他也是一脸震惊 捕捉到他的表情 我不可置信地飘到他面前 你能看见我了 事实上 我已经死了七年了 在这之前 姬子叶一直都看不到也听不到我 可这次 他与我 一人一鬼 四目相对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竟看到他的眼睛有些红了 不过很快 他就又归于了平静 你某望着我 薄唇息动 是 臣看见你了 公主殿下 我按惊 不愧是传言中阴毒很绝 喜怒不形于色的全乡大人 连见鬼了都这么淡定 酒里的药镜拼命上涌 我难受坏了 连声音都软得变了掉 姬子叶 你为什么要往酒里下药 他茫然问 什么药 我咬牙切齿刀 你说什么药 换药 伴随着我的怒气暴涨 周遭掀起了一阵阴冷的山风 姬子叶掩着唇 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我一时着急 没收好自己的鬼气 姬子叶体弱多病 怕是冻着了 毕竟 他这么年轻 就当上了一人之下的全乡 总归是付出了些代价的 朝中大臣分为两派 一派拥护皇帝 另一派拥护太后 姬子叶是拥帝派 所以太后一直将他视为最大的眼中钉 传言力说 他这些年受过不少暗算 还曾中过毒箭 虽保住了性命 大权在握 可他却落下了病根 身体孱弱 活不长久 姬子叶终于可停了 他脸色白得近乎透明 不是我吓的 不是你吓的 也是你给我喝的 鬼中了药 也会和人一样难受 你知不知道 一贯运筹帷幄的男人 此刻神情竟然难得有些慌乱 那你现在感觉如何 大约是看我软绵绵的快要站不住 他竟然还想伸手扶我 我没好气地瞪他 别傻了 我是鬼魂 你根本碰不到我 然而 我话刚说完 就被打脸了 姬子叶不仅能碰到我 他还把我给抱住了 就离谱 而且 他这动作岂不是火上浇油吗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 双手不客气地攀上了他的脖梗 他病态冷白的脸上 瞬间染了一抹不正常的红韵 你不怕吗 我故意吓他 我可是鬼 会勾魂的 他默了默 声音微雅地反问 那你为何迟了这么多年 才来勾我 这男人果然心机深沉 说起话来让人一愣一愣的 可还没等我想明白呢 姬子叶又道 陈在山下置了宅子 我勾着他的下巴 在他耳边呼气 香爷难道是想带我回去 替我疏解 姬子叶默默清冷 定定地看着我 公主跟陈走吗 我笑了 他果然不是一般人 不仅不怕鬼 还敢把鬼往家里带 只不过 鬼不能离自己的尸骨太远 除非你去找一件 我生前的贴身之物 我才能跟着你走 解释到一半 我又自嘲起来 但相爷应该知道 我所有的遗物 早在死的那年 就都被烧干净了 一箭不留 我是被人割喉而死的 萧太后说我 招徽公主李怀月 娇迎无道 嚣张跋扈 念杀人命 坏事做尽 玷污了皇家生育 没资格入葬皇陵 就特别敷衍地 把我的尸骨 丢在了京都的离山上 我自那之后 奋怨难平 就成了鬼 后来是姬子叶找过来 替我说的诗 世人都很唾弃我 就连我生前用过的东西 也不配在刘鱼市 全都被烧毁坟尽 所以我变成鬼之后 就一直被困在这座山头 地狱不肯说我 人间也寸步难行 姬子叶听后 弯起没什么血色的薄唇 温温淡淡地笑了笑 不试试怎么知道无法离开呢 成为公主带路 暮色月下 她牵着我走 中途我被那药力 折腾得难受 很想一口吃了她 她却耐着性子哄我 公主 再忍一忍 就快到了 我毕竟是皇族出身 做了鬼也改不了 好面子的毛病 考虑到这荒山越岭的 却是不合适 把她拆骨入腹 便咬牙点头 最后我竟真的跟着她 到了山下的厮宅 其实那时 药校已经被我的鬼力 消耗了大半 早就没那么难受了 但她牵我的手 却一直没松 姬子叶 你身上有我的遗物 姬子叶别过谋去 轻轻地按了一声 是什么 我印象里 并没给过她什么东西 她不说 我便好奇地 伸手摸她的身 试图找出来 她无奈地捏住我的手 问 公主不需要 输解药力了吗 我本着自己 残存不多的善念 想在最后关头 放她一马 我快缓过来了 人鬼殊途 还是不欺负姜爷了 姬子叶一正 随后 温淡的声音中 带了一抹击窍 公主生前 又不是没欺负过程 我爷爷 是 我生前 曾仗着公主的事 狠狠地 欺负过她一次 姬子叶尽忌愁 记到现在 连我做鬼了都不放过 她是想报复回来 我对道 今非昔比 当年姬大人 是意气风发 肆意轻狂的少年郎 受点欺负也没什么 可如今 大人身交体弱 位高权重 怕是不好 再受欺负了 姬子叶却没有露出 我预想中的恼怒表情 反而勾纯笑问 那陈当年的委屈怎么算 她还委屈上了 看来得使出杀手锏了 我取下脖尖的围杀 露出那道 猙獰可怕的血红色疤痕 死于非命的鬼魂 致命伤是藏不起来的 我死于歌喉 看到这个 你还做得下去吗 月里不怕做噩梦 那道歌喉的伤疤有多吓人 我是知道的 就连当初杀我的凶手 我安喉削横 看到我的死状 处理我的尸骨时 都忍不住手抖 更何况是文臣出身的姬子叶 姬子叶却抬手地 摸缩着我那道疤 问 很疼是不是 我微微一愣 她不觉得我恶心 姬子叶却又抬眸望着我 目光柔软 眼尾泛红 成会让他们付出更疼的代价 她这副模样 真的让我很想欺负死她 姬子叶 是你非要惹鬼上身的 我不再克制 肆意地回拥住了她 于是 我们两个阴冷的家伙就这样抱团取暖 然而 我还真是小看了姬子叶 她看似温温润润 并奄奄地 却直接反客为主 公主 晨要饭上了 夜色渐深 我已经把身上的阴气都封住了 应该伤不到她 但姬子叶到底体弱金贵 事后 她睡得并不安稳 半睡半醒间 我隐隐听到她在咳嗽 她死死抵着唇 背对我 将咳声努力压到最低 却还是被我发现了 我意识有点不安 好不容易有个能带我离开坟头 扩大活动区域的人 可别被我不小心弄死了 我中眉问 姬子叶 你没事吧 她身子僵了一下 回过头来 眸光温和地望向我 吵到你了 说着 她竟要起身出去 回来 我不乐意地把她拽住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想躲我 姬子叶眉目如画 淡淡笑了下 沉不敢 我信她才怪 她连鬼都敢睡 还有什么不敢的 看在她给我烧了七年纸钱的分上 我觉得自己应该象征性地关心她一下 姬子叶 我哄你睡觉吧 她猛地抬了下眼皮 一副受宠若惊又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说什么 你今夜帮了我 为了回报你 本公主决定哄你睡觉 我揽过她的身子 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背 睡 外人都说 全乡大人 行事很绝 殷勤不定 可她此刻 躺在我身边 我却觉得 她孤独得有些可怜 竟只能与鬼为伴 这一夜 姬子叶最后睡没睡好 我不知道 反而我给她拍着拍着 倒是先把自己给哄睡着了 毕竟 我做鬼的这七年来一直在睡棺材板 难得摸到床 睡成死珠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次日已早 姬子叶要去上朝 她穿戴好红色朝服 把我从床榻上捞起来 吻了吻我的眼睛 公主想回家看看吗 我被她吻的眼睫一颤 家 皇宫是我生前的家 但我的家人都已不在 那里只剩我的仇人了 想到这儿 我揉了揉昨夜被姬子叶祸害过的小三腰 按 去看看 作为一只鬼 我活动受陷 要是不想回坟头树蚂蚁 现在也只能跟着她 姬子叶便牵着我上了马车 在路上 我想了想 还是没忍住提醒她 姬子叶 久利的药 如果你真不知情 那就是有人要害你 那些换药的剂量太猛了 语毒无益 还好阴差阳错 她把那些酒全倒在了我的坟头上 要真是被她自己喝了 她得死 而且 背后害她的人 多半还会利用换药做文章 折辱她死后的名声 让她身败名裂 就像我当年经历的一样 姬子叶莫同漆黑 十分温和地揉着我的发 公主是在担心沉吗 我点了点头 是 我很担心 毕竟 她活着的好处太多了 她与萧太后一派外妻分庭抗礼 那是我的仇人 更是我们整个李氏皇族的仇人 当然 我更担心的是 姬子叶要是死了 就没人给我上坟 更没人愿意给我去买 群天下最贵的酒了 姬子叶好像很受用 谋底的笑意越发温软 公主别怕 那些人杀不死成的 多谢公主 又救了臣一次 我眨眨眼 迷惑得微头 哟 我以前难道还救过她 姬子叶宁魔望着我 公主善良 总是救臣于危难 我直呼好家伙 本公主都声名狼藉成那样了 死后连皇陵都进不了 她居然还说我善良 我一脸同情地望着她 相爷 眼神而不好 千万得志啊 姬子叶唇边勾起淡淡地笑 别人都看不见公主 唯有臣能看见 可见臣眼神很好 我无言以对 甚至觉得很有道理 到了皇宫 姬子叶上朝 我坐在殿外的台阶上看风景 顺便 听着那些官员在大殿里面撕逼 平州发了水患 河堤崩毁 死了上百名平民 负责去调查水患的人是五安侯 萧衡 而萧衡回禀的内容是 前朝时 昭辉公主李怀岳牧养私兵 曾挪用过修堤款项 被发现后 她为灭口 杀了当地数名官员 用以欺瞒天听 实际上 那条河堤一直有问题 只是时至今日才被发现而已 所以此次水患 都是昭辉公主死而未尝之罪 死而未尝之罪 呵呵 萧衡这个狗男人 我都死了七年了 她还在往我头上扣黑锅呢 最可笑的是 萧衡把锅甩到我身上之后 还在大殿上做出了一连毁馈的模样 昭辉公主到底是臣的王妻 王妻之罪 臣无以弥补 愿捐饮五千两 为修筑河堤献上微薄之力 萧衡说完 又是一堆萧派的官员出来站队 他们纷纷附和着萧衡的话 扑我死后还在祸害天下 同时 却又赞扬萧衡这位武安侯的大义之举 堪称众臣表率 我站在大殿门口 冷冷地望着萧衡那张脸 他曾是我名义上的夫君 我却与他斗了个不死不休 最后 他亲手将我割了喉 那一刻 我笑了 我明白地狱为什么不收我了 我在等一个人的结局 萧衡不死 我无法瞑目 我感觉到自己的鬼气空前盛大 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我必须得去杀了他 我和萧衡一起长大 十二岁以前 我年少无知 爱叫他萧衡哥哥 他也曾为我遮过花 教我骑过马 十二岁那年 我听说他又进宫了 就特意偷偷跑到萧皇后那里去等他 还带了他最爱的枣花糕 只是我没来得及把枣花糕送进去 就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王若瑶那个贱人 以为生下个贱种就能翻天了 现在他和那个贱种一起死了 本宫也算成全了他们一番母子情深 萧皇后表情猙獰 语气森冷 这与他从前对我说话时 那副温柔慈爱的模样全然不同 他在骂 而萧衡则在一旁冷漠地听 过了一会儿萧皇后又道 皇上这两年身子大不如前 本宫西夏无子 得早做打算 王若瑶母子虽然死了 但他还有个女儿 李怀月 你先将李怀月拿捏住 他若不听话 日后也寻机除掉便是 剩下的皇子年岁都小 等选定了为太子 本宫便将其要过来 养到西夏 这样就算以后太子登基 也成不了气候 我们萧家依然全是不减 萧皇后口中的贱人王若瑶 是我的生母瑶妃 而他口中的贱种 是我那早邀的弟弟 我站在外面 揣着枣花膏 手却在颤抖 是恨的 但我没有发出声响 而是静静地等着听后续 然后就等到了 萧横冷淡的声音 是 昭辉公主没了姚飞 不过一只蝼蚁 她情窦初开 很好拿捏 喝 一只蝼蚁 情窦初开 很好拿捏 我听完计讽地勾了勾嘴角 无声无息地走了 回去路上 我顺便把枣花膏喂了狗 我的名声就是从十二岁开始坏的 或许是因为 从那之后 我就变得不好拿捏了吧 父皇意识到 萧家外戚渐渐是大 想要制衡 却力不从心 我便也学会了玩弄权柄 协助父皇 一时间 我竟也一手遮天了 萧家渐渐对我忌惮起来 我用尽一切手段 试图削弱这个百年屹立不倒的士族 可怜父皇都办不到的事 我做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我梦回时 常常想 我母妃不是贱人 只是傻了点罢了 她端庄殊柔 善良待人 甚至在死前还教导我 要敬爱萧皇后这个杀人凶手 我弟弟也不是贱种 她是个乃凶乃凶的小皇子 听到有人说我的坏话时 她会一板一眼地去教训对方 她唤我皇长姐时 声音却总是懦懦地 充满了依赖 可他们 却都死了 要想斩杀恶鬼 必先接近恶鬼 所以 我决定嫁给萧衡 睡在萧衡的枕边 出嫁的前一天 宫里宫外都在忙着我的婚事 而我却去了母妃生前最爱的那片梨花园栗 我对着那一片盛开的梨花 酗酒酗得很凶 哭得也很凶 正在我哭得狼狈时 有个陌生的少年闯了进来 什么人 不知道这是本公主下令峰的禁地吗 我当时觉得很丢脸 把酒盏砸在那人的脚下 凶巴巴地质问 那人穿得一身梨花白 语气不卑不亢 沉迷路了 我醉眼望去 只见 他眉眼如画 身姿挺拔 不知比肖横那狗东西好看了多少倍 我来了性质 你叫什么名字 他黑漆漆的眸字望向了我 姬子叶 我亮亮腔腔地走向他 戏谑问 姬大人迷路了是吗 要去哪啊 昭和店 我笑了笑 走 本公主亲自给你带路 然后 我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寝宫 那年姬子叶刚刚入室 初次进宫 宫墙内乱花 见欲迷人眼 可她的目光却那么澄澈通透 我弄拳多年 一看便知 她与那些世家官员不同 与我也不同 我们都已经在痊愈的染缸里 脏了心 而她 清风朗月 那么干净 被我带到寝宫时 她怀里甚至还揣着奏章 这里不是昭和店 大约是一时到被我戏弄了 姬子叶声线疏冷 我笑了 昭和店是萧皇后的地盘 我素来跟萧皇后抢人 当然不会放她去 姬大人若有事 不如与我说说 萧皇后那里脏得很 不适合姬大人 臣氏去见太子 并非萧皇后 那位太子 尚且年幼 她生母宫里出身 身份低贱 现在已经死了 她的死 就像当初我的母妃一样 离奇病故 萧皇后将这位小太子揽在膝下 不过是当个傀儡玩意儿养着文罢了 我照直对姬子叶道 太子年幼 你素于太子 就是在素于萧皇后 公主醉了 臣告退 我拽住她 不许她走 顺便 一时偶异上头 我赶紧三两步钻到她怀里 哦哦生怕她躲 我特意揪开她的柏林 专往她里面涂 涂完之后 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姬大人现在去不了了吧 姬子叶将在那儿神色崩裂 最后 她闭了闭言 竟气笑了 公主殿下 就这么想让臣留下来吗 我严余地看着她 抬手摸上她白玉般的面庞 幸灾乐祸 来人 伺候姬大人去沐浴更衣 趁着姬子叶去沐浴的功夫 我看了她的奏章 大意识 她觉得国子健 只供氏族子弟们读书 能筛选的人才十分有限 所以 她想给民间那些不依学子 也办一所书院 连选址和教学夫子都安排好了 只差拨款 我把奏章藏了起来 很快 姬子叶把自己洗干净出来了 还换上了 我为她挑选的一套月白长衫 她找了一圈 最后一脸无奈 公主 沉得奏章呢 姬大人陪我喝喝酒 聊聊天 我便把奏章还你 姬子叶默了默 最后还是坐了下来 我给她倒酒 萧皇后是不会同意拨款 去给那些不依学子办书院的 这于她没有好处 姬子叶前引一口 静静地看着我 我便诱导 但我可以帮你实现 她问 这于公主又有什么好处 书院开支 需要持续拨款 那是一大笔赢钱 与我也没好处 只不过 本公主 有的是钱 我需要的是 能快速扳倒 萧氏一族的全程 去养那些平民学子 短时间内 并不能达成我的目标 只是单纯地 想满足她的愿望呢 人在脏乌黑暗里挣扎久了 大约都会向往光亮吧 我忽然很想抬手去瞄她的眉眼 可她的脸色却忽然变得不太对劲 才一杯酒而已 她皮肤竟然就泛起了异样的飞色 你没事吧 我摸了摸她的额头 烫得惊人 鸡子一直勾勾地盯着我 她的眼尾泛着诱人的薄红 薄唇轻喘 喉结滚动之间 嗓音哑又勾人 公主你 你尽给尘下药 这我伪是很冤枉 我没下药 我很诚心地在拉拢你 你看不出来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也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然后尴尬 我自己把自己给打脸了 我身胶体软地倒在她怀里 体温变得比她还烫 她漆黑的眸深邃无比 像是要把我吸进去 鸡子叶将我抱紧 又推开 又抱紧 又推开 那冷清如画的眉眼间 写满了天人交战的挣扎 殊不知 她此刻染了情愫的眸子 是多么勾人 我被她拉扯得快要散架 细续问 鸡大人把本公主当成什么了 任由你抱来推去 她目光滚烫 嗓音音哑 是尘犯上了 尘告退 说完 她便要抽身而去 我自然不会放她 鸡大人可要想清楚 你这番模样跑到外面去 可是很危险的 鸡子叶垂眸凝视着我 无奈极了 竟还有些委屈 可是臣觉得 公主这座请殿 比外面危险千百倍 我不惊笑了 她可真是太可爱了 本公主今日心情好 愿意就积大人一字 她艰难克制着遇念 反问 救我 那要难道不是你 我见她还在怀疑我 觉得十分冤枉 却也懒得解释了 索性 已吻封尖了她的唇 公主 我不满意 偏要她改口 这种时候 不许叫我公主 要叫我闺名 她这才问 臣还不知 殿下是哪位公主 闺名是 我差点被她给气死 她在宫里迷路就罢了 谁想折腾半天 竟连我是谁都还没弄明白呢 可我却又想到 我明日就要嫁给萧衡 那个狗男人了 若姬子叶知道了 我这层身份 会不会真的被吓跑 于是我倦紧了她 贴在她耳边 笑盈盈地逗她 我叫李仙女 你教我一声小仙女听听 到底是个干净的人 听到我这样撩拨 她那张看似清冷静玉的脸 当时更加阴红 可她偏偏却还在故作淡定 仙女 依尘看 公主该是妖女才对吧 妖女吗 也行吧 是啊 仙女又怎会舍得来蛊惑她呢 只有恶毒的妖女 才会忍心玷污这么一个仙尘不染的人啊 我啊 早晚是会下地狱的 她已经很温柔了 但我出惊人事 还是疼哭了 姬子叶看我掉泪 一次一句郑重的许下誓愿 陈明日便去请旨求娶公主殿下 不让公主受一丝委屈 我不忍告诉她 其实我明日就要嫁给萧衡了 便装作一脸不在意似的 对着她笑得很坏 很妖 姬大人 今日你我一起种了欢药 只当是互帮互助了一把 以后 姬大人该娶哪家姑娘便去娶 不必把一个妖女放在心上 她脸色渐白 神情将冷 你说什么 我称孝 姬大人是全臣吗 我是公主 我只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臣 只嫁能帮我对抗消失外戚的全臣 她自然不是什么全臣 她只是个出入仕途 心怀抱负的朗朗少年 姬子叶原本滚热的目光 一寸一寸地凉了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下了和欢药的酒 其实是萧皇后 为我与萧衡提前被下的和景酒 许是她怀疑我嫁给萧衡的目的 又许是 她担心我不会乖乖与萧衡入洞房 更许是 她觉得我只有身子脏了 彻底成为萧衡的女人 才能被她们萧氏一族重新拿捏住 算盘打得不错 只可惜 那酒却被我误打误撞地搜罗了出来 与姬子叶喝了 是缘分吗 我与姬子叶并未败过堂 却缠绵交融 和景共饮 喝 是冤孽吧 她出现的时机是那么恰好 却又那么遗憾 我与萧衡成亲当日 萧皇后拉着我的手 慈爱的表情一如当年 毫无破绽 以后萧衡要是欺负你 母后给你做主 定人饶不了她 说话间 不忘是去眼角的泪花 我穿着繁复的嫁衣 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母后要真是想为我做主 就把那些在外面散布谣言 拜我名声的主使者 就出来临迟了吧 她的笑容当即将助 因为主使者就是她 我们之前一直互演标系 心照不宣罢了 太子也揪住我的衣角 眼睛里溢满了不舍和担忧 黄长姐 你真的要嫁人吗 你还会回宫来看姑吗 我摸摸她的脸 会的 你好好为父皇事急 等黄长姐回来 一切就都好了 你是太子 只准哭一下 不许哭太久 知不知道 太子立刻用小手抹去了眼泪 死死强忍着 哽咽道 黄长姐说的是 姑是太子 只哭一下 这位太子年纪虽小 心思却通透 只是可怜 小小年纪 她却不得不在黄泉漩涡里挣扎求存 可是 生在这里 谁又不可怜呢 公主出嫁 百官同住 我走向萧衡 侧眸间 隔着红纱 却看到了姬子叶 她已经知道了真相 正站在百官队伍里 摇摇望着我 那一瞬 我忽然想起那句诗 流浪已恨彭山远 更隔彭山一万众 她已经站在遥远的万重彭山之外 是我亲手推远的 姬子叶那失魂落魄 却又偏执受伤的目光 让我不忍再看 洞房花烛夜 萧衡没有碰我 狗男人有自己的情报王 已经得知了我不是处子的消息 可她却不知 这消息其实是我故意让人传给她的 她以为她在嫌我脏 却不知 是我在嫌她恶心呢 怀悦 从小到大 我对你不薄 你为什么就不能乖一点 我乖乖地嫁过来了 萧侯爷还不满意吗 萧衡怒急返笑 目光阴厉地逼问我 那个男人是谁 我悠悠闲闲地掰着手指头数来数去 笑得散漫 本公主疼过的面手那么多 谁知道你问的是哪个 狗男人愣了 愣随后 她脸色发青 头上也仿佛冒出了疼疼的绿气 这举我胜 自那之后 我和狗男人就形成了一种默契 人前装安爱 人后不相往来 接近狗男人果然是有好处的 我明里暗里搜罗出一堆罪证 并联合了几位宗亲王室 一旦成功 几乎能将萧家连根拔起 只可惜 最后我还是输了 萧皇后发现了我的意图 我死在了狗男人的剑下 功亏一篑 恨 最可笑的是 杀我时 狗男人竟然比我还痛苦 她目光落寞 眼眶通红 看起来难过极了 狗男人竟然还会哭 这可真是笑死我了 萧衡反反复复地问 为什么 你就不能傻一点呢 为什么不乖乖跟在我身后 像小时候那样 不好吗 为什么 你看不出来我心里是有你的吗 为什么 怀悦 你非要逼我杀你不行 我默了 这狗男人大概脑子不好 她以为我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但我还是讽刺地回答了她 因为 我母妃和弟弟就一直很傻很乖 可他们还是死了 被割破喉咙的那一刻 我又想起了温柔的母妃 还有诺生诺气的弟弟 但是闭眼之前 我最后一个念头 竟是疯狂地想念那个眉眼如画 换我小妖女的男人 听说 她最近发了狠 不要命似的 正在努力往上爬 要当大全臣呢 傻不傻呀 鸡子叶啊 下辈子 我不当妖女了 我干干净净地走到你面前 当你的小仙女好不好 事与越违 我没能有下辈子 我竟然当了鬼 生前的记忆 一幕一幕闪过 萧衡和萧皇后一心想毁灭我搜集的那些证据 但他们不知道证据在哪 所以 那些狗东西 便烧了我生前住过的宫殿 我所有的东西 都复之一去 连剑贴身的衣袜都没留 萧家人竟是这些缺得晚宴 至此 我已经做了七年的鬼 死前所经历的很多细节 其实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可当我跟着姬子叶进了宫 又看到萧衡时 我又重新想起来了 凶手尚在人间 萧是尚未覆灭 我又怎能投生 我一步一步地走向萧衡 杀戮的鬼气自我脚下蔓延 天空骤暗 阴风涌入大殿 人们看不见我 只看得到各种物件在风中被先飞的诡异场景 他们茫然无措 根本不知道危机临近 我要杀了狗男人 杀了他 我的脚下燃起了阴烈的鬼火 那是由我生前怨念所化的火焰 火焰越烈 我的力量便越强 只是 那火焰的燃料 是我自己的魂 但若能杀了狗男人 灭了萧氏 我便为母妃和弟弟报了仇 也为我自己报了仇 完成了父皇的遗愿 和清海燕 石和碎风 就算魂魄被烧成飞灰 我也打心眼力觉得 这波不亏呢 血赚啊 可就在我准备去碾碎 萧衡的头盖骨时 一个怀抱忽然拥住了我 月月 姬子叶没再叫我公主 她终于学会了换我闺名 我魂魄一颤 立刻收敛力量 醋眉 姬子叶 你傻吗 这鬼火会烧伤你的 旁人早乱做了一团 所以没人发现 姬子叶正虚空抱着我 她在我耳边滴雨 雨气温柔 带着令人安定的力量 月月 听话 不要伤害自己好不好 你想做的 我都可以帮你 只是说话间 她又转过头去 重重地咳嗽了几下 再回过头来时 她脸色苍白地让人心疼 却还在对我笑 信我一次 可好 我定定地看着她 开始很认真地考虑 姬子叶这病奄奄的身体 到底还能撑几年 我不怀疑她的能力 只是我怕她熬不过 肖家那群王八蛋 可她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我破了房 我已如你所说 成为了一人之下的全臣 为班倒肖氏一族 我冲谋七年 能不能再给我最后一点时间 她的眼神还是那么干净 原来并不是所有人 都会在痊愈的染缸中 浸脏自己的 我收敛了所有的鬼气 把战场让给了她 但我还是有些气馁 真是的 本公主都把你 从泥潭里推出去了 你怎么还非要自己往里跳啊 她同色漆黑 脸色如玉如雪 带着几分脆弱的病态 目光温柔极了 勾起淡淡的薄唇时 她的眉眼也跟着弯了起来 因为你还在里面呀 月月 我想拉你上来 那一瞬间 我忽然很想亲她 想让她长命百岁 想睡她的床 想和她过没羞没臊的日子 唉 我叹气 可我已经死了啊 风声停了 大殿恢复了肃静 我又开始看戏了 原来 姬子叶入宫前说的那句 带我回家 是想让我亲眼看到 萧氏一门的下场 她以平州水患为契机 先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萧侯爷说 平州的和堤修建款 是前朝朝辉公主摊墨的 呵 这结果 于本相查的可是大相径庭 萧衡脸色微宁 哦 姬像爷也查了 这时 当年的太子 而今的皇上 也淡淡地看着萧衡 发话了 是朕下旨让姬像和萧侯一起查的 只不过 你在明 姬像在岸 他断了断 目光染上了冷意 朕还派姬像去查了很多别的东西 萧侯不妨一起来听听 我将目光转向姬子叶 此时 他正背对着我 一身红色的巢服 站在百官之手 他用淡泊轻烈的音色 细数着武安侯萧家 这些年来所犯下的一桩桩罪过 我听得很是舒畅 耳朵都要怀孕了 姬子叶做事是真的绝 他几乎把萧家所犯的罪 翻了个底儿朝天 扒得底裤都不剩 大到贪污 杀人 买官卖官 小到淫私 结党 暗培势力 连萧衡哪年去西花楼 喝醉之后 搂了几个姑娘都给抖了出来了 证据一波又一波 由他事先联合好的朝臣 纷纷呈上 那些朝臣 都是用第一派 我心生感慨 姬子叶这些年来 真是为这位皇上挑选了不少好臣子啊 谋划七年 不得不说他比我当年的手段实在缜密了太多 只是说到后面 他似乎身体很不舒服 眉心紧促 咳咳咳咳咳 姬子叶咳得有些厉害 他的眼尾 耳间都熄了红 眼眸也照上了一层云雾般的水汽 垫上许多人都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像是生怕他当场咳穴似的 我也听得揪心极了 姬子叶 你还好吗 他递给我一个安抚的眼神 努力将壳一压了压 才又继续倒 吴对了 萧衡还多次暗杀朝廷命官 沉这七年来 一共遭遇了八十多起刺杀 七十多起毒杀 三十多起色诱 十多起 我一边听 一边感叹 姬子叶能从萧衡这个狗东西手里活下来 实在是不容易啊 他大约已经把鬼门关走成第二个家了吧 说到一半 他顿了顿 朝我的方向望了一眼 勾了勾唇 一有所指导 就在昨日 萧侯爷还设计在臣的酒里下药 只不过 臣体弱 早已不沾酒 那酒是臣美逢清明寒时 用来祭奠已故的昭辉公主的 那是他爱喝的酒 萧衡听到这 早已脸色灰败 皇上的目光也四开始追忆 皇长姐他 生前爱喝的是什么酒 姬子叶温温淡淡地望向了我所在的方向 那张苍白的脸上挂起了笑 他的毛底竟是柔软 昭辉公主啊 他爱喝秦淮春 我诧异 怪事 姬子叶怎么知道我喜欢秦淮春 罢了 他那么聪明 知道什么都不奇怪 总之 所有人都明白 萧家这次 是真的要完了 可姬子叶这回却似乎又不关注萧家最后的下场了 他在殿上 话风一转 皇上 陈新月召会公主 请您为臣赐婚吧 一开口 便饮得满殿死忌 皇上先是听愣了 后来 他大概又以为自己听错了 吉祥 你刚才说 你新月谁 陈新月召会公主 想求娶她为妻 望圣上成全 殿上唏嘘一片 隐约听到有人在压低声音质疑 香爷是不是疯了 召会公主 是已故的那位吧 我也惊了 皇上默了默 开口劝导 吉祥 皇长姐她已不在人世 你又何必 她是生是死 臣都认她为妻 吉祥 求圣上赐婚 皇上拿她没办法 你执意如此 便因你吧 姬子叶色泽淡白的脸上 眉眼舒展 眸中也慢起了满足的笑意 像是历尽千难 终于得偿所愿 可这时 跪在大殿之下的萧衡 却突然站了起来 狠力地瞪着姬子叶 你休想 李怀月生前已嫁到了武安侯府 他生是我萧家人 死是我萧家鬼 萧衡那凶狠的样子 仿佛要冲上去掐死姬子叶 我下意识地就挡在了姬子叶身前 狗男人要是赶上姬子叶一下 我一定亲手碾碎他的天灵盖 姬子叶却牵过我的手 把我拉回到身后 丁眸逆着萧衡 他神态巨傲 看萧衡的眼神 如同在看一个死人 他从不是谁的人 谁的鬼 他只是他自己 他是李怀月 我勾上姬子叶的脖梗 把船埋在他的耳垂边 戏谑逗他 全乡大人 原来这么喜欢小妖女呀 上一刻还冷冰冰的全乡大人 当即红了耳间 他用旁人听不到 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 轻轻地应了一声 按 喜欢 我和姬子叶离开皇宫时 萧衡被押走 原本他已经是丧家之犬的模样 可走到一半时 他又跟魔症似的 突然大叫了一声 我正在想 这狗男人脑子果然有问题 接着就见到他颤颤巍巍 多多缩缩地抬手指向了我的方向 你你你 我歪了歪头 按 我 废到一半 他愣了 目光下矣 大概定在了我脖梗的那道割喉的疤痕处 然后 他吓得面色惨白 鬼 你是鬼 我醋了醋眉 不大高兴 哦 你也能看到我了 怪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原以为 姬子叶能看到我 是因为他有一双能发现本仙女的慧眼 可萧衡这狗男人 他只有一双钛合金狗眼 他凭什么也能看到我 萧衡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那表情当真是见鬼 我逆着他 笑得没什么温度 但看在他离死期不远了的分上 还是特别好心地给他解释了一句 没错 我这个鬼 原本死不瞑目 是来找你索命的 但现在好像不需要了 萧狗亮呛了一下 神情从又惊又怕 变成了懊悔茫然 最后 他双目通红地望着我 阿月 你原谅我好不好 阿月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狗男人竟然又哭了 狗知道了都得笑死 萧衡最终被侍卫当成疯子给拖走了 出了宫之后 我很好奇 忍不住问姬子叶 那些把肖家巴的底裤都不胜得罪证 你到底都是从哪找来的 月月想知道 他似乎很喜欢换我的闺名 尾音尚聊 听着像是蒙了一层云雾 温凉轻软 却又很勾人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想起他之前在大殿上身体不舒服 便皱着眉问 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 他牵着我的手 捏着我的掌心 眼睛含着笑 不必 都是救急了 公主愿意跟我走走吗 他似乎很想带我去走走 我便点点头 又称怪地问 姬子叶 你怎么又不叫我闺名了 姬子叶微微垂眸 唇角上扬 一有所指 夜里在叫给你听 我反应过来之后 姬余修报 姬子叶带我去了一座很大的书院 我看着书院的名字若有所思 昭辉书院 昭辉不是我生前的封号吗 姬子叶点头 没错 这里就是你当年拨款建成的书院 七年来 昭辉书院培养出了五千余名学子 有许多已经步入仕途 肖家那些罪证 有一大半 都是他们去查证的 当初 是因为有昭辉公主拨款 才有了这座书院 让他们变得有书可读 所以 知道你是被肖氏所害之后 他们都自发去奔走 姬子叶说得风轻云淡 我却捕捉到了他话里的漏洞 我扬眸看着他 姬子叶 你胡说 我七年前就死了 死后就再也没出过钱 姬子叶被我拆台之后 难得愣了一下 我挑谋 戏谑地问 难不成 这世上还有光出钱 却不留名 非要把这种好事挂在我名下的大傻子 全乡大人聪明绝世 当然不肯承认自己是大傻子 他看着我 很快就找到了理由 轻轻浅浅地笑了 公主已是我的夫人 我的钱便是公主的钱 我对他那生 夫人非常受用 所以 开心地接受了这个说法 不过话说回来 姬子叶可真是有钱啊 夕阳将落实 姬子叶又去见了一位书院里的老人 我看得出 那老人年过古兮 缠绵病榻 恐时日无多 姬子叶说 那是他少年时的安事 姬叶啊 你带的这是谁家的姑娘 老人竟也看得见我 姬子叶起初还有些诧异 但很快 他便反应过来 轻轻挽着我 对老人笑道 这是我夫人 月月 老人先是诧异 后又欣慰道 你以前总说自己终身不娶 谁都奈何不了你 现在 卫师总归能在闭眼前看到你娶妻了 真好啊 姬子叶也笑说 是 能娶到月月 是世间最好的事 我听着 却心情复杂 好什么好 我是个鬼 再者 我的怨气已经化解 在人世徘徊不了多久了 我走了 谁来陪姬子叶 唉 犯愁 可愁着愁着 我却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之前我以为 只有姬子叶能看到我 可现在看来 并非如此 我隐隐有了另一种猜测 我忍不住抬眸看向姬子叶 她原本在专注地听着老人的话 大爷是意识到我在看她了 便转过头 弯起唇色浅淡的唇 展颜一笑 如续春风 温和地让人想哭 回服后 姬子叶服过药 精神看似好了些 就又笑盈盈地唤我过去 她指着一架古朴而贵重的古琴 问 月月 看看这个礼物 你喜欢吗 我揽住她的脖子 在她耳边喝气闻 姬子叶 想听本公主弹琴吗 姬子叶的指尖摸缩过我的发 那张极好看的脸上 仿佛有温柔的云雾 正在浅浅漫开 沉洗好耳朵了 从前 她自称为臣 我并未放在心上 可自从她行事那夜 在我耳边念了一次 臣要犯上了之后 这个臣字 就变得莫名勾人起来 以前 我善古琴 但萧衡偏偏喜欢听琵琶 因为这 我曾练过很久的琵琶 只是后来嘛 我什么都不再谈了 萧衡那个狗男人 只配听弹棉花 然而现在 我想弹琴给姬子叶听 于是我拨起弦来 只是 后来不知怎的 我弹着弹着 就弹到了姬子叶的榻上 问她时 我发现了她藏在心口处的那条发带 发带是藕粉色的 我看着眼熟 这是 琪子叶笑问 月月 你不记得了吗 我把发带绕在指尖 又看了一会儿 终于想起来了 当年 我与她出见 在寝宫中的那次 因为我们二人都中了药 难免激烈了些 过程中 我头发散了 发带也丢了 原来 竟是被她拿走了 她居然还藏了这么多年 藏来藏去 如今这发带 倒成了我唯一还留在世间的遗物 我故意调侃她 全乡大人有恋物品吗 怎么偷拿人的东西呀 她缓缓道 成不恋物 成恋她的主人 说话总这么 勾人可还行 一乱情迷之际 我很是顾虑她的身体 腰不改日吧 等你的病转好些 你现在不难受吗 难受 她谋色深深地看着我笑 所以才要月月帮我 玉色如星火燎原 漫过了她好看的眸 她原本如苍雪般冷白的脸上 也染了动情的红 真是让人馋得很 姬子叶 你可真是不怕死 她却在我耳边念 平生怨 怨为乐中争 得禁衣人先手指 亚罗裙上放娇声 便死也为荣 我是鬼 与姬子叶的澄清理 自然是伴不成了 但我以她妻子之名 冠以她姓 入了姬氏的族谱 我的坟也被迁进了姬家的墓园 姬子叶还在我的坟墓旁边多留了一个位置 我知道 那是她给她自己留的 她笑说 臣喜欢公主的哄睡 以后也请多哄哄臣吧 等她死后 我还要哄她睡觉吗 我家全乡大人可真是贪心 百年士族萧家 依稀之间倾倒 萧氏有上百人犯案 被关入大牢判刑 死的死 流放的流放 萧太后 曾给后宫妃嫔们不知送过多少次毒药 而她最后一杯毒药 却送给了自己 萧氏善全时数载 终于还政于朝 萧横死了 我大仇已报 怨念已解 必须得在魂魄消失前 赶去投胎才行 我渐渐变得透明 姬子叶有时还能摸得到我 有时 她已经触碰不到了 她的手会穿过我的魂体 看来 我的小妖女 就快要变成仙女了 说话时 她依然笑得温软 像是在哄小姑娘一样哄着我 月月 不用难过 去投胎吧 这是好事 投什么胎啊 我才不去呢 我开始虔诚地在心里祈愿 我愿放弃投生 只求我心爱的全乡大人 能够长命百岁 去病去痛 可是 身为一只鬼 我的祈愿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出事的那天 姬子叶在书房 正草拟着肖家一族的善后之事 她那段日子身体很差 我见她咳得难受 很想第一盏茶给她 然而 我已经不是厉鬼了 没了以前的力量 我反复试了好几次 还是端不起来那盏茶 急死我了 姬子叶温和地安抚我 月月 我没事 你别急 最后还是她自己把茶端了起来 可她还来不及喝下 就又剧烈咳嗽 甚至咳出了一口血 紧接着 那片血色越来越重 整个桌案都是 血滴在书案的白纸上 染在她的衣巾上 躺出了刺目的红 姬子叶 她似乎还想安慰我 可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她便丧失了力气 整个人脸色灰败 昏迷倒地 我想去抱她 却悲哀地发现 我连抱她都做不到了 我是鬼 能见我者 必是寿言将尽 甚至将死之人 姬子叶聪明如斯 我能猜到的是 她又怎么会猜不到 她恐怕早就预料到了 自己的死期 太医们一起来为她诊治 然后纷纷摇头 连皇上都遇驾清灵 想送她最后一程 那天 皇上秉退了其他人 独自守在姬子叶的病榻边 我正好奇她要干什么 可她一开口却是 皇长姐 你在吗 我吓一跳 不可思议地看着皇上 不会吧 好好的皇上 怎么忽然就也要死了 我只是个鬼而已 又不是送丧的阎王爷 好在 我观察了一番发现 还好还好 皇上根本看不到我 他只是在跟我说话而已 皇长姐 你在吧 前些年 迹象总和阵说 他看不到你 但他能感觉到你 你的尸骨迟迟不能入葬皇陵 他怕你孤单 特意买了山下的宅子 说是离你近 方便他上山去看你 如果你真的在就好了 皇上对着空气嗶嗶 叨叨了一通 他似乎很想尝试着找一找我 但很可惜 他对着右边说话时 我在他左边 他对前 我在后 他对东 我在西 他对南 我在北 一个字 绝 看来他能活得挺久 毕刀完了 皇上终于走了 我开始回想 从前 当鬼的日子太无聊了 我特别希望姬子叶能看到我 为此 没少捉弄他 比如 往他的头上撒树叶 或者用树枝戳戳他的手心之类的 但最终 我所有费尽心思的捉弄 都会化为一场穿临而过的风 我以为姬子叶是没有感觉的 原来不是 他一早就知道 怪不得 那夜他忌久 见到我时 没有丝毫见鬼的恐慌 他别是期待很久了吧 装得可真好 罢了 不想了 我在姬子叶间睡见冷的身侧躺下 我家全乡大人累了 姬子叶 我来哄你睡觉了 愿为西南风 尝试入君怀 黄姐 黄姐 半梦半醒之间 有人一直在我耳边吵吵 怎么回事 谁在叫黄姐 皇上不是走了吗 又回来了 而且 我的魂儿 怎么还没散呢 我睁开眼 下意识地想找姬子叶 却发现 自己躺的地方不对 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 我有点萌 这里居然是我的寝宫 而那个刚刚摇晃我的人 竟是我年幼的弟弟 黄姐 你睡了好久啊 母妃让我喊你起床去用晚膳了 我心头一颤 母妃也在 我低眸打量自己 小胳膊小腿儿 穿着小巧精致的工装 我用力捏了捏自己 不是梦 我没有魂飞魄散 也没有投生 我重生了 回到了十岁那年 原来鬼的祈愿 也是有用的 早知道多许几个愿望了 嗨 血亏 经过一番终密的部署 我成功混出了工 小孩子的脚乘好慢 衣食还真不太习惯 都怪姬子叶 他少年时 学习的书院 竟然建在一座山上 害我吭哧吭哧地爬了好久 累死 但我还是在黄昏之前 到达了目的地 夕阳邪勋 梨花错落 十三岁的姬子叶 捧着书卷 站在梨花树下 听到动静 他转过头 远远对上了我的目光 月月 他还活着 正直少年 还记得我 叫我月月 我委屈坏了 当即红了眼睛 别光看着呀 还不快来接本公主一下 姬子叶 你的小妖女 费尽心机 翻山越岭 跑来见你了 这一世 换我来宠你好不好 我 自 莞 过